這個我們知道國民黨不分區立委代表裡面有兩個 一個代表軍方 一個代表警方 至少他們自己是這樣子 對 他們有這個度假 那這兩位今天都跳出來抨擊政府 他們沒有去抨擊詐騙集團 沒有去抨擊台灣的接應者 他抨擊政府 他說 你們沒有鞠票就把人帶走 難道台灣是極權國家嗎 那另外吳思懷他也說 你警察在現場搶人是在拉機笑 那當然這個綠營的立委王定宇他就說 這個吳思懷是用人命提取政治紅利 我想到小時候看電影 有一個帥哥英雄去東南亞救人 他長這個樣子 他叫藍波 而幾十年後我們現在去東南亞救人的 他長這個樣子 他叫吳思懷 他到底有什麼本事可以去救人 他是貸錢 貸借口 他貸什麼身分 因為他去柬埔寨他也不是立委 他是老百姓 他是用什麼方式去建 你覺得我們這個國民黨軍系的部分去立委 他是貸什麼東西去救 貸錢 你們都忽略了一件事 其實這個整體事件結束以後 洪孟凱或是正前都有說 他說其實這是家屬都已經喬好了 而且這個款應該是家屬付的 那需要誰 需要有人去帶 這不是我說的 這是他們自己講 需要有人去帶人 他們才肯放人 可是需要有人帶 要哪些人去帶人呢 在柬埔寨不重要 在柬埔寨你立委在那邊 說句實話也不是什麼 不是什麼咖 人家會理你嗎 對不對 你們有一個有 你們三個人裡面有哪一個有業問的本事 一個可以打十個 就算一個打十個到柬埔寨也沒用 那邊是一群人蜂擁而上把你鋪倒 所以問題在於 他要為什麼立委去帶 不在於柬埔寨的問題 柬埔寨已經同意放人了 可是要什麼 要這三個立委去 目的在哪裡 回國的安全保障 不是保障這個誠信少年 是保障我在柬埔寨的非法集團 不能給破獲 否則我把你這個誠信少年放回去了 然後你這個人一下機場 就被警察拿去偵訊了 你的意思是他們這樣子 就不會整個老巢都掀起來 不會啊 因為你們三個在柬埔寨沒有什麼能力 可是你回到中華民國境內 你很有能力 你可以在機場咆哮航警局局長 你可以在機場直接斷絕了所有的 偵訊過程 這個人不是罪犯 他是關西人 他是關西人 他一回來之後 他可以告訴你 至少你也騙了幾個人到柬埔寨去 那警察要從他的口中要知道 哪幾個人在哪裡 你用什麼方式聯繫的 你用什麼方式來詐騙的 你鎖的詐騙文章 po在哪幾個網站上 不行 絕對不能讓警察知道 讓警察知道我們在柬埔寨的這個 詐騙集團怎麼混 那怎麼辦呢 這三個立委可以擋住 你放心 我回到國去 回國以後 他絕對不會被台灣的警察徵詢 我保證 這句話保證很有用 這句話保證柬埔寨的那些 詐騙集團 那些人蛇人頭 那些豬仔頭 才會放人 他說有立法委員保證 我就放回去 我錢也賺了 我的老巢 我的賊窩又不會被翻掉 你看我當然放何樂不為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忽視他們的重點 而且他們還講了一個很清楚的話 他們講 他們就直接都明白了 他說 立委跟你講 這家屬已經同意放人 我們只是去帶人而已 有沒有 這不是我說 他們說的 我只去帶人 那為什麼要立委去帶 為什麼要立委去帶 為什麼要 對 因為他回國有權利 做新聞 對 一個是做新聞可以幫你自己 可以幫這個老共中國來增加說 你是中國人我們就可以保你 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陳姓少年回國以後 不會讓柬埔寨那個賊窩 被整個掏空 所以才讓他回來 所以這個東西他們有很重要 然後大家可以看 其實柬埔寨 大家說被騙去的真的很可憐 真的很可憐 這位媽媽出來講 我是有錢付了15萬 把我的兒子給贖回來了 有多少人沒有15萬 為什麼 這些被騙的這些年輕人 說句實話有共同的特點 在台灣賺的不夠多 不是找不到工作 沒有 台灣沒有找不到工作的 台灣如果工作不夠做 我們怎麼有那麼多移工 我們還從各國的要移工進來 你去看台積電 你去看各個工業委員區 有多少移工 台灣不是沒工作 是因為你嫌工作的錢太少 你嫌那個錢太少 一個月才2萬多3萬 我要去賺一個月10萬的 對 你要去富貴 富貴險中求 你去了就回不來了 所以說家人根本沒有錢去數 那這個時候 你還要助長 說沒有關係 政府想幫幫你湊 政府要去湊錢 這是一個什麼地方 節目在這個什麼地方 節目在是一個沒有法治的地方 他的警察將近七成以上 都已經被中國控制了 所以說能夠從這個中國手中 這個暴力集團手中 要把人盪回來 那你說中國說沒有關係 你只要承認你是中國人 你是台胞 我就救你 我聽到台胞我就火 什麼時候我們變台胞 還從立法委員的嘴巴說台胞 台胞 我們是國民 什麼叫台胞 中華民國的國民 台胞是老共講的 台胞 我告訴你我沒有台胞證 我不爽拿 我不屑拿 台胞證 去那邊叫我台籍將你 去你個頭了 什麼台籍將你 我是中華民國的國軍 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對可惡透頂你知道嗎 還說台胞 我聽到台胞就有氣 就表示什麼 你不是去幫我們國家出氣的 你不是去幫我們國家伸張正義的 你是去讓我們中華民國丟臉的 變台胞 變成中國台灣省的台胞 我就覺得這是什麼台 這是什麼理論 回來還要走紅地毯 你應該要怎麼樣 你要回來之前 就要跟警察聯絡說 我跟你講 我們今天帶回來一個人 這個人你們給我做一個秘密通關 都不要經過任何的大廳 不要給任何記者看到 那請警察帶回去 為什麼 因為這個人極有可能落地以後 被台灣這個地方街頭的舌頭 會去找他 會去問他 你回來你不要洩漏 你洩漏我要怎麼樣 甚至滅口都不一定 警察需要保護他 哪些人看到警察害怕 我跟你講我們在路上 如果我們被人家不小心搶劫 我們看到警察很高興 趕快警察就讓他搶劫 他欺負我 有哪些人看到警察會怕 偷人家錢的人 你偷到人家錢 看到警察快酸 快跑 所以我講 怎麼會有人看到警察會怕呢 我們從國外下飛機 我們都出國過 回來下飛機之後 航警局說余先生 不好意思 你過來調查一下 借不講話 我會講說 對不起 你有鞠票嗎 你可以找我講話嗎 不會啊 我們坦蕩蕩沒有犯錯 警察先生請問有什麼事 沒有人來協助調查一下 有沒有人會不去的 大家下飛機以後 如果有航警局很禮貌跟你說 借一步講話 我們問一下事情 國民黨就不能開記者會了 對 其實他講明白就好了 航警局局長 你抱歉 我們開完記者會再說 可以嗎 我們好不容易抓到這個事情 找到這個事情 回來開記者會 開記者會不就泄密了嗎 你就不是把這位 陳姓少年的之前 在柬埔寨的做的事 還有回來的途徑 全部曝光了嗎 曝光這人蛇集團 還不跑啊 我告訴你跑得可快了 所以我講 這不但是笨 還是超級笨 所以到底你得到什麼 政治紅利 我覺得沒有 真正得到政治紅利是誰 是老共啊 為什麼 這個是什麼 這是老共的網紅 這是中國的網紅 一個叫陳老師的 他說你們不要 這個人真的是吃了陳齒豆沙包 我蠻擔心他的安危 你知道嗎 他直接說 什麼承認中國人就可以被救 中國人在柬埔寨有多少 三十萬人 有三十萬人被騙 還沒有回來 你中國人自己還有三十萬人 滯留在柬埔寨回不來 你說要來救台灣人 所以說 我講這個陳老師很誠實 更希望他不要見鬼 他們三十萬人可能是業者 不是業 對 他們也很多是被騙過去的 包含舌頭 剛剛就講了 七成五的刑事案件 跟他們有關係 對對對 所以三十萬人包含舌頭 可是我跟你講 中國人最厲害一點 中國人專騙中國人 因為語言通 所以我講 大家千萬不要上當 你去找了國台辦 你去找了在地的中國的幫辦 我告訴你 你不但逃不掉 你還會更慘